来看看新闻吧 等了一个小时以后 大牌陈坤终于驾到 补补装啥的 极客军玉这样的明星 也心甘情愿地在旁边陪聊 这阵仗果然很不同方向 我早上吃的 而等到陈坤就位 发布会终于开始 那话题还是得围绕着 大牌展开 要聊戏 那得先聊大牌的特殊待遇 这个待遇其实只有我才有 大看就大 时间要花得长 刚过来就仔细想一想 其实我花了四个小时 做我半张脸的贴皮 化个妆就得花四个小时 来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再到和李彬彬拍亲密对手戏 可把我们彬彬给紧张坏了 不过我们的大牌陈坤 那就随意了 刷不刷牙根本不重要 反正中午没有吃很多大三 睡得很轻点 好了好了 其实什么大牌弯的 那都是朋友间的捧场客套之词 瞧瞧整个录制过程中 陈坤细心的为冰冰李化童撩头发的 他俩这话里行间的 其实都是打着友情基调的小玩笑啦 娱乐新天地 有个大牌朋友也是极好的综合报道